好的 那我們先介紹老師一支比較好用的筆 因為這個 我相信有些老師 您可能是用Mac的對不對 因為我前幾天 參加一個那個小朋友的就是什麼智慧燈泡的演習 現場家長 電腦一打開 蘋果一半 Windows 一半 少數幾個平板 害我嚇一跳 那就像這麼多人用蘋果咬一口的那種 所以我現在會盡量介紹的話 會盡量介紹一些那個Mac上可以用的 這樣比較公平嘛 不然讀後我比較不好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您來這邊 我們軟體您可以從我們這個裡面點開 這個是要安裝 但是我們已經安裝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了 那當然他們家有那個 有另外那個什麼 就是食物投影機啊 這些 對 那我們不用 反正這個就是免費的頑體 你裝完之後呢 你只要點兩下 多多 好 如果有執行成功 你會看到 左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而且你會左右逢圓喔 你看一下 我在這裡有一個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 所以如果啊 我現在比較靠這一邊的 我就叫這邊的出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嗯 還不錯齁 那再來您看一下 假設您想要講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內容的部分 好 回到這邊啦 簡報在這裡 好 看一下齁 假設我要做這個講解 那我就可以來這裡打開 您看到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就有一支筆了 嗯 點下去就好啦 你就可以看你要哪一支筆 什麼顏色的 好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比較像 爭論節目或那個財經節目的感覺 對啊 就是如果 因為這個完全不用記快速鍵嘛 就很視覺化 所以老師您在用簡報的時候也很好用 那您這樣操作完 欸 比如說我們就 這個齁 像這樣子 那我要繼續往下操作啦 那請問你 如果你要繼續操作 Windows的做法 或者一般耗風的做法 筆記可不可以留著 你的筆記啊 就是你曾經做過可以留著嘛 對不對 我們這裡也一樣 所以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支花束 你就說我現在不要畫了 我要開始回到什麼 傳標準的作用方式 所以我現在呢 有沒有筆記留著 會留在上面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 你可以把暗熱身體擦掉 甚至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拿齒來量啊 欸 量一下有沒有 來 拌一下 好 嚕了 這個時候齒就拿出來啦 這好方便 對啊 也還不錯嘛 不夠長 不用再量 這樣簡單還有圓規嘛 不 那個量腳器啦 像這樣 那如果說您要做筆記 欸 我也可以把這個地方 就直接抓下來 有沒有 那尺寸多大 直接就 看你是要直接複製 還是要把它存檔 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簡單 很簡單齁 會不會太難 不會 不會嘛 不會嘛 這個太難 好吧 那我只好進到白板模式啦 這樣就不難了嘛 這樣有跟老師 蛤 用寫的 蛤 用寫的可以啊 他有白板啊 用滑鼠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可以收寫板嗎 當然可以啊 是的 老師有手寫板 如果有觸碰 還有別的選擇嗎 你沒有也可以啊 呵呵 我跟你講 老師如果沒有軟體 請問可不可以寫 手寫 不管是不是手寫都一樣啊 也可以啊 因為 如果您是WINS 我們現在這邊是WINS 如果是WINS 他還有那個硬盆的模式啊 在我最新一篇 昨天發表的部落格裡面有寫 等一下再講啦 所以你也可以進到這個模式 甚至你還可以切成兩邊啊 這個同學 A同學寫這邊 B同學寫這邊 有沒有 嘿 這樣又簡單啦齁 阿如果這個不要了 我就把它丟掉啦 我們就回到這邊來 嘿 那 請問這個過程 如果你想要錄影可不可以 可以 你給你看 這裡有一支 有沒有可以拍照 也可以這個 嗯 這樣我好像應該就可以回家了吧 蛤 所以你剛剛都用這個錄的嗎 我現在不是用這個錄的啊 但是他錄下來檔案跟我現在用的方法差不多 就是那個檔案賽事差不多 那你為什麼不用這個錄 因為這樣就給你看到了啊 就沒有神秘感啊 都可以啦 其實老師用哪一種工具不重要 重要是你用的素手 我用我的習慣了 啊 錄出來是MP4 喔錄出來是MP4 那如果老師覺得說需要一個螢幕鍵盤 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裡有螢幕鍵盤可以用 所以這個真的不會太難 而且重點是什麼 Mac也適用 點下去 有沒有這樣就存起來了 在這裡 在這邊 所以呢我現在這裡 換成滑鼠的操作 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你看 剛剛 講了幾秒 700多K 對不對 打開 有沒有這樣還可以接受 雖然裡面沒什麼在動 我把這個 聲音有啊 你要錄聲音也有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上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工具也蠻好的 它預設錄下來會放在哪 我的文件裡面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的文件裡面 這裡 它會有一個 IPEVO 那就放在這邊 所以圖片也會放在這裡 好吧 那就換 老師 如果就是你的螢幕 它就不會錄到螢幕 如果你要錄那個 就是它 因為這個部分 它就是屬於要硬體資源 這個部分 它本身有賣一個那個 食物投稿機 我有買 那時候買過最貴 最沒再用的那一台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六萬多 我都買幾千塊以內的 它有兩千多塊的 對 但是就 那個那時候就沒有用到 就用的比較少 所以 你如果說你要搭配 比如說老師上課 你們會不會去借食物投稿機 不換 不換老師上課 如果萬一 我要demo一個東西怎麼辦 課的局勢比較難 所以我有的時候會這樣子啊 就像這樣 如果我要demo 我可以 我們等一下會講另外的 這個是像這樣也可以 用網路攝影機 也可以當作一個星空機 那其實搭配我們那個舌管也可以 但是呢另外我今天還有再兩個 我最近 部落格上面有寫 顯微鏡 老師顯微鏡總有 我們學校比較有機會用到的嗎 顯微鏡你如果是接的比較貴的 當然效果比較好 可是你又怕學生不小心弄壞吧 拿這個 搭配舊手機 還是你要搭配他自己的手機 就好啦 像這個可以到一千倍是還不錯啊 不過等一下再讓老師看部落格 那這個是什麼 內視鏡或內窺鏡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有看耳皮有喝 有沒有看耳朵 我買的這個 這個直徑是比較小 就5mm的 所以放耳朵還可以 還進得去 你就可以讓同學看到他的骨末長怎麼樣 蛤 你們 你以為我要看耳屎長怎麼樣 耳垢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樣老師你了解意思了嗎 但是您稍微留意一下齁 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跟你 等一下我給你看另外一個畫面 你會發現我這個 這個畫面會比較怎樣 會比較近 會比較近 你可以看我後面的 就是那個 這裡的 很久沒轉過來了齁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可以看好 好廣 因為我幫他加眼鏡 他有戴廣角鏡 手機你們現在不是很多 有沒有看到那個戴廣角鏡嗎 其實我的這個也可以戴廣角鏡喔 這個啊 網路攝影機可以在廣角鏡啊 對啊對啊 這樣老師就不用擔心怎麼樣 就是我們用廣角鏡的目的是什麼 怕說有時候 像我們這邊還好 就是這個 小台的這個距離還蠻寬的 像我上次去東武 因為東武在市區嘛 寸土寸金 in-head all 指正這樣 就是這個理念 所以我的那個 蛇管我要往後退 如果假如我沒有廣角的話 是不是要退比較遠 我有廣角就比較沒關係啊 當然他會變形 沒有錯 但是中間這個區塊是ok的 好中間這個區塊 旁邊會 各位有看到明顯的這個變形嗎 對不對 嘿這樣你們了解的齁 所以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介紹這個 IPEO這個齁 他的優點就是 Windows Mac都可以用 那也很簡單 又可以錄影 只拆在剛剛老師提到那個部分 沒有辦法這樣錄 所以如果您真的要用的 也沒關係 您就搭配其他的軟體 像我如果把這個打開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一起錄下來 要在螢幕上 對啊 螢幕上的不就可以錄下來嗎 意思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 窮則變 變則通啊 找到你會的就好了 ok 來 還給老師喔 這段我講太慘了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可以講的 我們可以說 其實很快 沒有 那些一個 谢谢大家